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解决大小事 列车长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查验车票 为了杜绝黄牛抢票 高铁从去年12月开始 早鸟票才实名制 列车长靠手上这台史密斯系统就能快速查票 大学生或早鸟等优惠票会以紫色显示 绿色代表一般成人 黄色是孩童 静老票则是咖啡色 每个座位的票种全都一目了然 紫色票会跟旅客先确认一下他购买的票种 如果没有史密斯的系统的话 我们是要逐一跟旅客去借他的车票 补票的差额会透过你的史密斯去输入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带入金额去补价差 补票同样一机搞定 减少人工计算错误的可能 而且从2024年开始除了附线还新增刷卡支付 也让补票作业更迅速 开箱列车长神秘行李箱 有反光背心 补票用的刷卡机 到安抚小朋友的隐藏版贴纸和拼图 还有各式表单 知情发宝应有尽有 比较常会用到的就是像遗失物处理 当然列车上如果旅客要找寻遗失物的时候 这个单据就必须要使用到 从平日南来北网通勤 到年级假日返乡出游 高铁应应旅客需求去年连两波增搬 今年一月起每周搬次达一千零六十搬 提升运能的同时 列车长也用高品质的服务 确保每位旅客都能安全顺利到战 明镜时光复明镜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